夜幕下 在广州体育中心的棒球场内 近南大学棒垒球队的队员们 已经完成了热身 比赛马上就要开始 赛事倡导全民健身的理念 三赛队伍来自社会各界 几大学子们的对手 是一支爱好者组成的社会球队 实力在他们之上 但这支校园球队 依然可以在任何赛场上 让人发觉他们的特别之处 我们球队的话 由于是很多台湾人组成的一支球队 所以我们的加油啊 赞速讨论啊 其实就是更偏向于台式棒球那种 他们对这些棒球方面比较了解 所以我们球队可以发展 可以一直进步 也是因为有这些台湾的同学 一直在做努力 然后去带动我们这个氛围 形成这样的文化 教练上课带着台湾枪 队员交流也带着港台枪 球队成员很多都是来自港澳台的学生 其中台湾学生更是占了大部分 多元文化在球队里碰撞 来自内蒙古的球队队长刘依德 在刚刚加入球队时 总生有体会 土豆是土豆 台湾那边土豆是花生 那的确我们就把台湾不少的文化 带进我们的球队去融合 但是因为我觉得我们球队的好处就是 因为大家都来自各方 所以我们在这种融合上是非常融洽 反而就相互学习 他们有什么特色 我们学起来 我们的特色也传承给他们 像这样子多元的去交流 来自台湾的队员 给这支球队带来了独特气质 事实上球队的创立也是在2011年 由几位台湾学生开启 随后球队还请到了 同样来自台湾的前职业球员 作为教练 发展至今 球队已经变成了内地学子 和港澳台学子一起呐喊 一起挥洒热血青春的大集体 提到球队 队员们的关键词就是 加 我觉得我们球队最注重的就是 给大家一个加的感觉 就是我们不仅是球队的队员 我们还是像家人 像朋友一样互相照顾 我觉得这是我认识的这个球队 它是我的大学生活中 应该是最重要的一笔了 因为加入之后 我从性格还有生活习惯上 都改变了非常多 在球队里面我变得开朗了很多 而且呢 就是学长他们也给了我非常多的关心 然后我收获了非常多的友谊 就是我本来也没有那么开朗 但是球队来球队之后 我就非常的开朗 非常的外向 球队对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 何静怡是当晚场上唯一的女队员 最后上场没有打出理想的状态 球队最后两分落败 她显得格外沮丧 但意想不到的是 赛后对方的球队教练也过来致意 大家的表现得到了对手的肯定 作为校园球队 队员因毕业而离开球队在所难免 来自台湾高雄的叶瑞蜜 就读于临床医学习 很快她也将研究生毕业 对于未来她已经做好了准备 因为像这边可能像这个网路媒体 就发达也很厉害 然后像我们这种微信支付或支付宝 就是就生活上就非常的便利 就觉得说真的很不一样 所以我可能会更倾向说 在这边找工作生活这样子 现在在义务叫大家打球的教练 徐佳泽告诉记者 球队购买装备参加比赛等的开销 很多时候都要靠队员和教练想办法支撑 但一路走来大家热情不减 来自五湖四海的大家 即使各奔东西了 棒球也会一直是大家心里 共同的情感羁绊 能认识到台湾的这么多朋友 然后能通过棒球把我们联系在一起 那对我自己本身来说 这是一种收获 也是一种很难忘的经历 棒球在大陆这边的话 算比较小众的运动 然后居然都已经是这么冷门的运动 我们还能在一起打 那就说明是真的很有缘分 所以就更加需要珍惜这段缘分